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新鲜品牌代言热度榜 王一博断层第一 白鹿汪苏龙周毅然都有代言 智库星图的最新一期品牌代言声量热度榜出炉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星艺人们新进代言的品牌 一起来看看各位明星的代言情况吧 排名第七的是文涛 他成为了Sharing Cookies拜拜饼干品牌的大使 其代言声量高达61013 这样的数据让我们不禁想要了解 这个品牌为何会选择文涛作为代言人 文涛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艺人 他的形象在年轻人中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Sharing Cookies作为一家饼干品牌 很可能希望通过文涛的代言来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 进而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销量 这种明星代言的策略在市场上已经屡见不鲜 通过与明星的合作 品牌能够更好地传递自己的品牌形象 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接下来 排名第六的是汪苏龙 他成为了经典有机奶的代言人 经典有机奶以其鲜牛奶的鲜活营养而闻名 而汪苏龙则以其清新的形象和流畅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广泛的喜爱 品牌选择他作为代言人 不仅是因为他的知名度 更可能是希望通过他的形象和音乐来传递经典有机奶鲜活的品牌理念 进而吸引更多消费者的注意 第五名是一位代言了红星尔克的明星 成为了红星尔克国货推荐官 其代言声量高达232,274 红星尔克作为一家国货品牌 选择了明星代言 意味着他们希望通过明星的影响力 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进而推动销量的增长 这种利用国货与明星的结合 既能够彰显品牌的本土特色 又能够借助明星的影响力 实现品牌的快速发展 第四名是资生堂的代言人 成为了资生堂品牌的青春大使 代言声量高达50万5441 资生堂作为一家知名的护肤品牌 选择了一位具有青春活力的明星 作为代言人 显然是希望通过他的形象来传递品牌的年轻化 时尚化理念 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 这种与明星的合作 不仅能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还能够增强品牌在年轻人中的吸引力 第三名是欧书丹的代言人 成为了欧书丹身体护理大使 欧书丹以其高品质的身体护理产品而闻名 而选择一位明星作为代言人 显然是希望通过他的形象来传递品牌的高端 优质的形象 进而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这种与明星的合作 不仅能够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 还能够提升品牌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第二名是杯杯家的代言人 成为了杯杯家品牌的代言人 杯杯家作为一家专业的矫正品牌 选择了一位明星作为代言人 显然是希望通过他的形象来传递品牌的专业 可信赖的形象 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信赖 这种与明星的合作 不仅能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还能够增强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排名第一的是真维斯的代言人 成为了真维斯休闲装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真维斯作为一家知名的休闲装品牌 选择了一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明星 作为代言人 显然是希望通过他的形象来提升品牌 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进而推动品牌的国际化发展 这种与明星的合作 不仅能够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 还能够拓展品牌的市场空间 实现品牌的跨越式发展 明星代言已经成为了品牌 营销中的一种常见策略 通过与明星的合作 品牌能够更好地传递自己的品牌形象 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 进而推动销量的增长 实现品牌的快速发展 因此 明星代言在品牌营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 相信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 明星代言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